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Mr.Bit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广播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 您喜欢宠物吗 您的家中是否也养有宠物呢 其实随着台湾 已经进入所谓正式的少子化 以及高龄化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 越来越多的不婚 或者是婚后不生育的典克族 或者是已经处于退休空巢期的引发族 饲养一两只陪伴型的宠物 变成了现在很多人 作为陪伴日常生活 作息互动 以及精神上最佳的伴侣了 根据农委会 我们所最近几年来 所公布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 在2017年全台宠物数量约有251万只 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拿来相较于行政院 所公布在2018年底 台湾15岁以下的幼龄人口约为300万 我们在依照宠物的这种逐年成长的数量 但是我们的人口的出生率却是逐年下滑的 这个趋势来看 预估几年 也就是2020年 宠物的数量很可能会正式超越台湾的幼龄人口数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您走在街上 或者在百货公司里头 看到有人走推婴儿车里面 在的不是婴幼儿 而是毛小孩的话 您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否则人家会把我们当成是没有尝试 更不像社会趋势的LKK了 由于宠物数量的成长速度真的惊人 相对的跟滋养宠物 所相关带动的周边产业的经济 也随之联动了起来 根据国际调查机构Model Intelligence 估计2017年全球宠物的食品 那个市场的经济规模 已经达到了787亿美元 预估2024年 甚至可以创造1,150亿美元的经济规模 哇 这个成长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不容小觑 好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您也是宠物当家的族群 那么你就不能够不知道 这一波宠物经济的趋势 又如果您是一位 关心市场经济动能的投资者 那就更不能不了解 来了解一下这一波 全球宠物经济的结构跟走向了 好 在今天节目中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财讯杂志的记者 图一军小姐来了 节目中来帮我们深入分析一下 到底该如何看对 看准这一波 全球宠物经济的成长现象呢 你好 一军 是 真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请问一下 你本身是宠物族吗 是猫族还是狗族 是 我是猫母 很多 其实现在大部分不是猫就是狗 不过当然现在有越来越多人 养很多不同类型的宠物了 是 好 那你有没有精算过 你每个月要帮你们家的猫咪 对 那个饮食上面要耗费多少钱 我给我的猫吃得比较好 所以大概一个月两千三千跑不掉 那也是一笔固定蛮惊人的开销的 是 是 有时候比我们个人的伙食费都还好 真的 真的 好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趋势 这种社会环境 当然因为社会环境结构的关系 越来越多人喜欢养宠物 好 那是不是有请一军先帮我们 大致先跟我们区分一下 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谈宠物经济这件事情 好 宠物经济到底除了我们比较知道的 食物是一定有了 那可能你会带去美容 然后有时候日常的要去打什么 那个蛆虫针 好 到底宠物经济是由哪几块大的板块 所组成的 先帮我们做个结构性的说明 好不好 是 是 是 好的 其实像刚刚主持人有说到 非常多的区块 那其实像很多研调机构 他们都透过不同的区块 去做不同的研究 那像是现在目前 除了食品这一块 其实是非常多研调机构 在调查的市场规模之外 像是我们可以再简单区分 健康债务这一块 还有宠物保险这一块 或者是说像我们台湾 比较在主目的 可能就是有关于 宠物的一些周边商品的买卖 那就是可能 就是可以大概分成 宠物的市场上 比较热门的区块 好 所以基本上有 主要的就是食物嘛 医疗 对不对 食物 医疗 然后每个月带去美容一下 那你刚刚提到说 有很多其他的周边的杂像用品 比如说帮他买买衣服 是不是 难以想象 帮狗狗买买衣服 好像带小孩去买衣服一样 对 就帮小孩 好 那事实上在这一次 一句你所写的这一个科技里面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 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快的 就是所谓的 跟医疗相关的保险 对不对 是 这种东西 这几个都促成了 我们今天想要谈的 到底宠物经济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 就我们先来回来看看 在这个这几个板块里面 其实没有谈到一个就是 宠物本身的买卖交易 到底大不大呢 在这个整个结构里面 宠物本身这个交易买卖 其实也算是大的 不过因为像我们台湾 这几年都一直在倡导说 以领养代替购买 所以说像是宠物交易本身 从支数这一块 其实也算是蛮红弱的 不过说可能在 以领养代替购买这一块上面 可能是我们政府或者是目前民间 比较推动的这一块 OK的确了 其实真的是我们在 饲养宠物之余 我们喜欢它 但是也常会看到 街边上有很多被弃养的 无阻的流浪猫犬 其实也是蛮可怜的 其实我们还是鼓励用领养代替 去购买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回来谈谈台湾的经济 虽然我们在看到有很多国际上面的趋势 但是台湾对于宠物这个经济规模又有多大 我们或许可以从 从几个比较主要的 比如说宠物食品 或宠物医疗这几个来看 你帮我们分析一下 台湾目前的宠物经济规模 这个结构是以什么样的情况好吗 好的 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如果是以宠物食品为主来看 因为像我们四组最常花费 就是在食品上面 那其实市场上就做了研究 就是我们四组其实一个月大概会花 五成五以上的资金在食品这一块 那台经济这边就有做研究 就是说其实如果是以目前有登录在 政府的资料上面的 有关宠物食品的规模 其实已经有来到191亿元 所以呢 如果说在以我们大概一个月会花 五成或是大概三成三分之以上 来做这一个食品上面的花费来看 其实现在整个宠物的市场在台湾 已经来到了580亿元 而且这个产值是还很明确会继续往上走的 OK 好 所以那这个整个所调查里面 整个台湾的这个宠物食品里面 我们的国人比较倾向会使用 所谓的外来的国际的品牌呢 还是我们自己国内国产的品牌 事实上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是哪一种比较受欢迎的 其实现在大家还是对于像是这个 希尔斯啊 或者是皇家这些食品的品牌会比较熟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国内对于国外的品牌的接受度 其实还是高一点点的 但是就有些市场人士在会观察 就是如果国外的品牌来讲 就像刚刚提到希尔斯 希尔斯跟皇家就占了三成以上 那我们国内可能就是 我们需要再花更多的努力 来打入这个自主的心理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 国内也有一些蛮不错的老品牌 他们在经营宠物飼料的 时间已经非常长了 而且事实上他们都有些都已经 规模都已经做到上市了 是不是呢 是是是 就是我们的福寿 或者是从一这些很有名的 老牌的食品厂商 他们对于宠物的食品这一块 其实都很常的有琢磨 但是特别提到像福寿这一块 他去年大概他们的营收 有关宠物食品这一块 占了他们的营收品 就已经来到了一成 所以他其实是在上市会 逛牌公司当中 非常有代表性的宠物食品公司 那像是从一 他其实大家都对他的食品 是非常的熟悉的嘛 那他其实也有两个品牌 是有关宠狗狗的资料 那在这一块 他也是铺路在一般的售医院 或者是宠物的 宠物都会有 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品牌 OK好 其实不管是进口的 还是国产的 其实只要让宠物吃的健康 事实上就好了啦 当然也不一定说是 特别是哪一个比较好 我们来谈谈 其实所有也有养过 宠物的施主们 都心中都一定有一个 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人有健保 为什么宠物没有健保 每次有时 在家里面的宠物 动物办理去医院的时候 一进去出来 那个没有个七八百块 甚至一千多块 是很正常的 好 那个一句 对于宠物的医疗 或健康照顾这个东西 其实是 我想所有的施主 心中应该都有感 那个金额发挥 是非常庞大的 好 现在我们如果从 整个健康照顾 这个大商机来看 现在我们的 一般的施主 如何帮自己的宠物 在健康照顾上 做到最好的照顾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所谓的 当然现在没有推动 动物健保 但是有没有什么相关类似的保险 事实上可以让 施主在照顾健康之余 也能够照顾核保呢 是的 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 传险公司 他们已经有看到了 有关宠物商机 这一块的潜力 所以其实现在有推出 宠物险的传险公司 其实已经越来越多了 现在目前大概有七家 跟宠物险有关的传险公司 都推出不同的方案 那其实我觉得 现在大家都把宠物 当做有点像是自己的小孩 变成一个毛小孩了嘛 所以其实保险 像人有需要保险 很多自主 现在开始有一种观念 就是说 我这一幕的毛小孩 也要投保 所以其实如果有投保 这个保兰的保障的话 所以有时候 我进到说医院 可能我的猫啊 狗啊 需要一些医疗效果的时候 一下子会需要 比较大点资金 可能可以用保险来支应 那像是我们从去年的这个数据来看 其实也很明确的可以看到说 自主对于狗狗猫猫 需要投保这个观念 其实已经有越来越成长了 所以如果说 以后有需要 有关于饲养宠物 那在医疗上面 或许或许 对于保单这一块需求 或许也是我们可以建议 给自主做的一个需要的部分 OK 那是必须会 简单大略的先帮我们 做一点点说明说 现在市场上面 所推出的保单 大概有哪几种形式 包含了哪一些保障项目 那可能大约平均的保收费的条件 或结构是什么样子呢 好的 其实现在大概会有 目前有 国内有七家的产生公司 都有推出宠物险 那其实宠物险 它包含的项目非常的广泛 但是除了医疗的费用 而且很特别的是说 有一些产生公司 它也包含了一些 国内的伤长费用 或者是说可能狗狗猫猫 有时候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不小心伤害 就是也是不是故意的 然后伤害了别人 那可能也会有一些 理赔的部分 穷物险 这边都有规划到 那像是 但是我们有时候都会想说 那我们到底 保险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很多保险专家 还是会建议说 其实是以医疗为主 还是最主要的部分 那像是这个医疗部分 大概其实可以分成 门诊跟住院 还有所谓的手术单块 那其实我们会建议说 就是刚开始自主 您应该就是要先讲到说 我投保这个 宠物险的初衷是什么 如果是真的是 以前以医疗为主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刚开始 可以先看每一个 保险的医疗项目 从这一块先出发 那其实每一个产检 它对于医疗费用的规划 其实也不太一样 像有些会主动在门诊 我可以很多次的 让这个您的毛小孩 都可以重新的回诊 那如果有一些理陪上面 我也可以再重新让您申请 但是有些呢 就是会主动在住院 或者是主动在手术 因为其实都非常不一样 所以其实要先回飞到 自主本身自己 要先认知到自己的毛小孩 它最需要的道理是 比如说我可能是 慢性病会比较多 需要常常回诊 那是不是这个 在宠物险的挑选上面 我可能就要在 着重在门诊的部分 那有些可能是 它需要一次性的手术 那花费会比较多的 那我可能就要 着重在手术部分的 几步上面会高一点的 那其实现在 因为真的是 每一家的产检公司 它推出的方案 都非常不一样 所以它的保费 可能有些是 最少可以从不到千元就有 可以买到一张宠物险 那最高也可能一个月 一年要花费到将近八千块 才能买到一个 保障非常完全的宠物险 那可能就是要看 自主对于自己 宠物认知的本身 到底需要怎么样的宠物险 再来规划下一步的阶段 的确 其实真的 当越来越来越多的人 饲养宠物吧 宠物当成是家里面的 一份子的时候 其实真的 人事物骨杂粮 动物也是一样 其实难免会生病 其实如果能够透过 越来越正常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宠物医疗 跟医疗保险的 这个制度的话 其实事实上真的 可以给我们的 保小孩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健康上的照顾 那其实我们看到了 宠物经济的成长趋势 各位听众朋友 您是不是也对 这个产业经济 开始有所心动了呢 或许你可以来参考一下 这一期的财讯杂志 所写的这个宠物经济 这个大爆发的趋势 当然之间 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次非常感谢 财讯杂志的记者 陆一军小姐 接受我们的访问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下回 Mr.Beat 广播节目中再会咯 拜拜 谢谢李一军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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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